转眼 这是第五次代表大会了 这五年变化很大 这五年的礼职呢 因为我主要是在基层台胞服务 怎么样来贯彻中央对台大政方针 来落实落细 让它这些政策汇集到 我们每一个台湾的企业 每一个台湾的团队 每一个台湾青年 因为现在岛内的一些青年 还是看好我们大陆的发展 让我非常欣慰的就是 这些青年都非常的接地气 来了以后呢 跟大陆就非常的融合 我给你举个例子 就是在我们高校的一个台湾团队 他经过这几年的努力 专业吧 这个科技创新领域 得到了很多的成就 很多的成果 据不完全统计 仅去年一年 我所联系的这些台湾青年 科技人才 科技人员 这个申请到的这个专利啊 就是六十多项 一人 那就十几项 二十几项 而且得到国家各级的这种项目 这种 这种扶持金啊 少的几十万 多的是五百万 还有一个团队 他跟大陆这边的 科技人员 一起搞了一些新的项目 是新材料 而且呢 非常好的一点呢 就是跟当地的十四五规划 新基建新材料发展 想融合得到了当地的支持 我去过他的那几次 看到他们发展 蒸蒸日上 市场前景广阔 他们的创新能力 在不断地提高 潜力非常大 我觉得他们选择对了 还有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的台湾教授 是高校聘的 他也是 应该在这边也是小有名气了 他已经 在科研 他是社会科学 高碧瓶 在大陆 也是前三名 今年可能冲第一 很有幸 也是落户在我们那边 也成为我们的家人的一员 所以我都是从他们到了这个青岛 我都看着他们在一天天一年年的成长 所以我感到非常的高兴 我也为我能有机会为他们 服务 为他们呼吁 为他们反应 为他们助力 而感到荣幸 温文 好 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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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度